哈喽朋友们 今早的我来到了上海的房子咯 今天这个视频有啥个内容呢 根本就跟着我警队来到车发去口口叫吧 好 今天我来到了市中心的凤贤路 现在这个凤贤路 这里是靠近石门二路这边 凤贤路其实不长 来给大家拍一拍 这条路就看上去很幽静很舒服的 那对面这个房子 也是老洋房 看到吗 相当的漂亮 现在这种老房子都装了这样的防盗门 以前我估计是独栋的别墅吧 应该是 房子很漂亮 很气派的 住在这边基本上都是 但是好像 好像这个房子 我不知道里面结构怎么样啊 就什么 违章搭建可能也有啊 像这样的房子应该是历史保护建筑啊 应该不会被轻易的这个洞前 可能住在这边的都是老年人居多啊 818广场刚从这里出来 这个商场有点冷清 前几年来过 这外面是一个铁门 里面还有一个防盗门 这个里面我不知道是 可能是72家房客的这样的模式啊 好 我们等一下 往这个西面 我们往西面走 其实凤贤路和南京西路是平行的一条马路 但是呢这个凤贤路相对来说就非常的幽静 也更加的接地气啊 南京西路的话呢 车多啊 电瓶车啊什么人也多 因为旁边都是一些这个建筑啊 凤贤路的话相对来说幽静一点 是一条小马路 我想一想啊 上海有多少是按照区的名字来命名的马路呢 凤贤路是一条 金山区有金山大道 普陀区呢有普陀路 对吧 然后呢 阳浦闽航路好像是在阳浦区那边 闽航路 黄浦路好像没有吧 阳浦路有的 叫 但它不叫阳浦 叫阳树浦路 松江路没有啊 耸明路有啊 耸明路是在 是在那个那个叫什么 鸿口区 在那个哎呦 我现在想不起来了 耸明路 耸明南路 是在那个七浦路那个附近啊 然后宝山路有啊 宝山路有的 在这个渣北区 现在的新晋安区 我没说到的哪个 青浦路没有啊 松江路没有啊 好像就家定路 家定路好像也没有 好吧这是题外话啊 这个我们继续来逛一逛凤贤路 那凤贤路 那凤贤路是一条东西走向的道路啊 西到江宁路 东到这个石门二路 民国二十一年 一九三二年这个公布局驻路 一开始是以花园命名为卖边路 然后民国三十二年改名为 现在这个路名叫 凤贤路 前面就是南宁西路了 凤贤路上比较著名的建筑 因为它靠近江宁路那边有 美其大学院 还有这个梅隆镇广场 那么其他这些旁边呢 路两侧基本上都是一些这个居民区 居民区为主啊 靖安区老年大学 那里就是北京西路 很高兴